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一種COVID的藥 是一種生物製劑 生物製劑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什麼 不過大家應該聽過什麼叫標靶藥 即是一些抗癌藥 標靶藥其實就是一種生物製劑 今天我們講的這種藥 叫做Toxelizumum 沒有喬口的名字,喬口也有原因 究竟為什麼這隻生物製劑可以用來醫治COVID呢? 以及名字裡面有什麼秘密呢? 大家記得看到最後 一般我們經常講到的藥物 我們在實驗室裡面用化學的方法去製造出來 即是不牽涉生物體 生物製劑就顧名思義 其實是由生物體提煉出來的藥物 生物來源可以是相當不同的 可以是細菌,也可以是老鼠,也可以是人體 它的化學性質也有相當多樣化 但其中一個很常見的成份就是一些抗體 大家都知道抗體對付細菌,對付病毒 可以用來對付腫瘤,可以用來對付腫瘤 原理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圖 很多人會問,抗體可以殺病毒,殺細菌 為什麼可以用來殺癌細胞呢? 有什麼關係,癌細胞又不是菌 大家要記得其實抗體就是將不應該我們身體裡面有的東西 就將它找出來,殺了它 當然這些包括細菌,病毒這些 本身身體不應該有的東西 但是這裡也包含癌細胞 原理是什麼呢? 癌細胞就是因為我們的細胞裡面的基因有些變異 這個基因變異就會令到我們細胞的行為有所改變 就是說它會不斷生長,它會到處散開 這個就像彈弓那樣的東西,就是它的遺傳物質 這個是正常的細胞 當這個細胞的遺傳物質,就是彈弓裡面的,就是當它是DNA 裡面有一些新的變異的DNA跑出來了 這個紅色的一部分 這個變異了DNA就會做一些古靈精怪的蛋白質 本身不應該有的蛋白質 這些蛋白質就會跑出來了在細胞表面 所以身體一定程度就會將它當作一些外來的物質 如果我們有一些胶嘴型的生物製劑的話 就是這些抗體的話 我們就可以將它製成藥物 黏在這些不正常的細胞裡面 然後就把它殺掉 大家要理解到,其實這個COVID-19 很多時候人們死亡不是因為缺氧、肺炎,不能呼吸 不是因為這件事的 因為你缺氧你可以泵機的 你可以用氧氣插喉,很多方法的 很多時候就不是那件事的死人 死人的原因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就是細胞因子蜂暴 簡單說就是我們身體被COVID-19 冠狀病毒感染之後 造成的破壞就令到我們身體 就產生一些過份有傷害的免疫反應 這個免疫反應不單是殺了病毒 還破壞了我們身體的器官 令到我們受傷甚至死亡 所以這個Tocilizumab 它的目標反而不是病毒本身 它是針對細胞因子蜂暴 其中一個主要的物質 這個物質叫IL-6 新冠狀病毒感染了我們身體之後 刺激到我們身體分泌了一堆物質 其中一個有傷害性的物質 就是這個叫IL-6 叫做interleukin-6 這樣你可以當它為一種指令 或者傳遞訊息的物質 一種蛋白質 當我們身體受到新冠肺病毒感染 產生很多IL-6的時候 這個IL-6就會跟我們身體裏面的IL-6受體 即是我們身體裏面有很多這些IL-6的receptor 當這些IL-6跟這個IL-6的receptor的受體 黏在一起的時候就會引起一連串的反應 最終引發細胞因子蜂暴 令到身體各個器官衰竭 血壓低這樣死亡 好,我們當這個就是Toxelizumine 就是那個抗體 大家不要說我這樣隨便的 畫幾條線就是 這個抗體真的是這樣 不是騙大家的 沒有花沒有假 其實這個Toxelizumine 這種抗體 就是幫我們貼住這個IL-6受體 即是說它剛好有個位置就塌塌陷 剛剛就可以擋住了這個筍位 變成就算我們身體受到新冠肺病毒感染 受到很大傷害 就產生很多IL-6出來也好 這個IL-6 就怎樣都貼不到在這個IL-6受體上 因為有這個Toxelizumine 這個抗體阻礙在這裡 這個這樣的IL-6不能夠跟這個IL-6受體結合的話 那就自然就沒有辦法就產生這個化學反應 最終引起這個Cytokine storm 那就是沒有了這步 那麼根據這個最新這個LANSET 這個次血針的旗案的報告 就是Toxelizumine 就因為能夠控制這個細胞因子風暴 就跟類固醇差不多了 就可以在一些COVID的重症那裡 就減低到死亡率的 但是它相比類固醇有好處 其實就是等於標靶藥 比起古老的抗癌藥的好處一樣 就是說它比較precise 就是說它的目標比較準確一些 類固醇就對付細胞因子風暴 就不是不行 但是很多時候會影響很多其他身體的地方 引起很多其他大的副作用 但是新的Toxelizumine 就只是針對這個IL-6這個Keystep 變了它就比較 就是有些好像Smart Bomb一樣 聰明炸彈一樣 就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些炸彈就亂丟到地毯式炸光它 那現在的炸彈全部都很準確的 就是走到多少米範圍之外 意思就差不多 那好 最後就說一說 為甚麼這些藥的名字這麼奇怪 結尾的Suffins都是M-A-B M-A-B 代表M-A-B M-A-B 代表M-A-B 代表Montal Cronome Antibody 就是說由單一來源的抗體 單一來源大家不用理了 但是有一個抗體大家知道 有一個抗體大家知道 反正是甚麼M-A-B 就是其實是抗體 抗體之前的兩個字也有意思 就是指出它的來源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說的Toxalizumab Toxalizumab之前的字就叫Ezu Ezu代表Humanized 就是大部分都是人體 或者類似人體的抗體 就是人體來源 但是有些藥 M-A-B之前 兩個字叫M-O M-O代表Mouse 即是老鼠 即是說這些抗體 主要的來源就是老鼠 即是名字可以解密 一比較就算你完全不知道哪一種藥 你都會預計到這個無名 這隻藥 就應該多些機會引起過敏反應 因為它的來源 M-O就是老鼠 因為它不是人體的來源 引起過敏反應的機會就大一點 生物製疾其實現在用途都相當廣泛 例如自我免疫系統的病 癌症甚至現在的COVID 都用得到 大家可能日常生活都遇到的 就知道多樣東西了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這些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留言 還有按鈴鐺 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